拜登在民主党的主流看来 他的观点能够被多数的选民 包括更多的中间选民所接受 因此民主党的上层和主流 是希望拜登能够胜出 那么由于桑德斯在前期势头很猛 我想民主党高层也做了一些工作 一些和拜登吃相同观点的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纷纷的退出了选举 那么这就使得选票能够更集中的 放到支持拜登这一方面来 也就是说民主党整合了温和候选人的力量 集中来力挺拜登 这个策略我看现在是取得了奏效了 可以看出是民主党在初选中的一个转折 那么布隆伯格也转而退出大选 站到了这个拜登一边 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想对拜登来讲是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因为布隆伯格一方面 他号召支持他的选民都投票来支持拜登 这使得拜登的支持者的队伍在扩大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 布隆伯格是非常富有的人 他自己这次在选举中就砸了有五亿美元 他承诺了要把他的钱转而来支持拜登 这对拜登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想拜登可能由于布隆伯格的资金的支持 可以说可能是如虎添翼吧 使他的今后的这个竞选的路走得更顺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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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